《红楼梦》第六十七讲 探春说出这番话来 平儿觉得探春说得不错 因为平儿一来的时候 他已然明白一半了 现在 他一看探春面带怒涩 就不敢以往日喜乐之时相待 就在旁边垂手漠视 宝钗呢 也从上房过来了 因为探春刚哭了 就三四个小丫鬟捧着灌木的这些东西来 捧盆的丫鬟走到跟前 双膝跪下高捧木盆 两个小丫鬟也都在旁边 屈着膝捧着金帕 还有镜子纸粉之类 平儿见世叔不在这 便也过来给探春挽袖子卸镯子 又接过一条大毛巾来 把探春的面前的衣机给掩了 探春才伸手向面盆中灌木 这个时候 一个回事的媳妇进来说 回奶奶姑娘 家学里 致还野和兰戈的一年公费 平儿说 你忙什么 你睁眼看看 姑娘在洗脸 你不出去伺候着 你先说出这话来 难道说 二奶奶管事的时候 你在二奶奶跟前 也这么没眼色来着 姑娘 姑娘虽然带人恩宽 我去回了二奶奶 只说你们眼里头没有姑娘 你们吃了亏 可别怨我 吓得那个回话的媳妇 赶紧陪着笑脸说 哎呦 我倒粗心了 一边说 一边就急忙退出去了 探春一边擦脸 一边冷笑着跟平儿说 你迟了一步 还有可笑的呢 连吴姐姐 这么个老办事的 也不查清楚来 就来混我们 幸亏我们问她 她倒有脸说忘了 她回你主子事的时候 也忘了再去找去 我料着 你那个主子 未必有这样的耐性 平儿忙笑着说 姑娘别信他们 他们哪 是瞧着大奶奶是个菩萨 姑娘又是个缅甸小姐 固然是拖着赖 上这混来了 说着 就冲门外的说 今儿个我可告诉你们 你们只管仨爷 等奶奶大安了 咱们再说 门外的众媳妇一听 平儿说这话 全都笑着说 姑娘 你是个最明白的人 俗话说 一人做罪 一人当 我们可不敢欺负小姐 小姐是交客 要是把小姐惹脑了 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平儿冷笑了一声 我们接着说 你们明白这些就好了 然后转过脸来 又跟探春面前 陪笑说 姑娘 你知道二奶奶本来是多 哪里就照顾得了这么多 保不住的不忽略 这几年 姑娘冷眼看的 或是府中的规矩 该添该减的 二奶奶没有行到 姑娘 该添就添 该减就减 头一件呢 是与太太的事情有意 第二件呢 也不枉姑娘 拜我们奶奶的情意了 平儿的话还没说完 宝钗 李丸 全都笑着说 真是个好丫头 愿不得凤丫头偏疼她 本来没什么可憎 没什么可减的事 如今听你这么一说呀 我们倒要找出两件来斟酌斟酌 也不辜负你这篇话 探春笑着说 我这一肚子气呀 没人煞性子 正要拿她奶奶出气去 哎 偏她来了 说出这些话来 倒叫我呀 还没了主意了 探春的气 渐渐的平了 就跟平儿说 我倒有一件大事 要跟你奶奶商议商议 如今可巧 就想起来了 你吃完饭快来 宝姑娘也在这 咱们四个人商议了 再细细的 问问你奶奶 可不可以办 平儿回去之后 凤姐就问她 为什么去了这么长的时间 凤儿就笑着 把刚才的远古 细细的跟她说了 凤姐听了之后 笑着说 好 太好了 好个三公里 我原来就说她不错 说着 又笑着跟平儿说 你知道 我这几年 剩了多少省俭的法子 一家子 大约也没有个不被地里恨我的 我如今反而也是骑上老虎了 虽然看破心 无奈一时 也难以宽放 二则 家里出息的多 劲累的少 多省俭了 外人又笑话 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 家下的人也抱怨我刻薄 要是不趁早的 想个省俭的办法 再过几年呢 这家可叫赔进了 正好碰上我得病这个机会 我正愁呢 没个弊吧 谁说家里有个宝玉 它又不是这里头的货 大奶奶是个佛爷 二姑娘更不忠忠 四姑娘小 蓝小得更小 这环儿 更是个了毛的小动猫子 它就等着热灶火炕它去钻呢 离丫头宝姑娘 虽然两个都好 可偏偏又是亲戚 不好管理咱们家的事情 况且一个是美人灯 风吹水就坏了 一个是拿定了主意 不甘自己的事情不张口 一问摇头三不知 也难想办法去问问她 倒只剩下三姑娘一个 三姑娘心里 嘴里都是好的 又是咱家的证人 如今 既然她有这卓业 正该跟她协同 大家做个绑壁 我也就不孤 不独了 有她这个人帮着 咱们也省些心 若按私心藏奸上论 我也太毒了 也该抽头让步 趁这个机会 她出头一料理 众人呢 就把咱们往日 那些仇啊 那些恨呢 也就 解缓一下了 平儿听着 陪着凤姐吃了饭 服侍凤姐 灌洗完毕 才到探春这个地方来 只见院中寂静 只有丫鬟婆子在窗外厅后 平儿走进厅中 一看 他们姐妹三个人 正在商一些家务 探春便命平儿做了 就说 我想的事呢 不为别的 年礼 上赖大家去 你也去了 你看他 他们家那个小园子 比咱们家的如何 平儿笑着说 还没有咱们家这一半大 树木花草也少多了 探春说 是啊 我跟他家的女儿说闲话 谁知 他们家那么个园子 除了他们带的花 吃的笋菜 鱼虾之外 一年 还有人包了去 年中 所有二百两银子剩 从那个时候起 我才知道 一个破荷叶 一根枯草根的 可都是值钱的 探春又接着说 咱们家的园子 只算比他们家 得多一半呢 要加上一倍算 一年 就得有四百两银子的利息 若此时 也出托 生发银子 自然小气 也不是咱们这样 人家的事 若许多值钱之物 一味任人作践 也似乎 暴损天物了 我想 不如咱们在老妈妈中 挑出几个本分 能知道 原谱的 派他们 出来料理料理 也不必要他们交租纳税 只问问他们 一年 可以孝敬些什么 一则园子 有专定知人修理 花木呢 自有一年 好吃一年的 二则呢 也不至于 做件的东西 三则 老妈妈们 也可借此小补 四则 也可省了 这些花酱 山子酱 打扫人的工费 将此有余 一补不足 也未为不可 宝钗一个人 正在地下 看壁上的字画 听探春这么一说 便回过头来 笑着说 散哉 三年之内 五鸡锦矣 李丸笑着说 好主意 如果这么一行 太太必然喜欢 省钱是小 第一 花园 就有人打扫了 出产的东西呢 又许他们去卖钱 使之以权 动之以利 再无不尽职的了 平儿说 这件事 须得姑娘说出来 我们奶奶 虽有此心 也未必好出口 此刻 姑娘们在园子里住着 不能多弄些玩意儿 去陪衬 反而叫人 去监管修理图省钱 这话呢 是断不好开口的了 宝钗听平儿一说 走过来 摸着他的脸 笑着说 你这张嘴啊 你张开 让我瞧瞧 我瞧瞧 你这牙齿舌头 是什么做的 从早上起来 到这回子 你说出这些话 也不奉承三姑娘 也没见你 说奶奶才短 想不到 也并没有三姑娘 说一句 你就说一句是 横竖 三姑娘一套话 说出来 你呀 就一套话进去 总是三姑娘 想到的 你奶奶也想到了 只是必有个 不肯办的缘故 她的远仇尽力 不卑不亢 她奶奶便不是和咱们好 听她这一番话 也必自愧的变得好了 不和也得变和了 探春笑着说 我早起来 一肚子的气 听她来了 忽然想起她主子来 素着当家 驶出来的好撒野的人 我见了她便生了气 谁知她来了 闭毛鼠似的 站了半天 也怪可怜的 接着又说了那么些话 不说她主子 待我好 倒说 不枉姑娘 待我们奶奶 素着的情意了 这一句 不但没得气 我倒愧了 又伤起心来 我细想 我一个女孩家 自己闹得 没人疼 没人顾的 我哪儿还有好处 去带人呢 太春 太春 口里说到这儿 不免又流下眼泪来 李丸 见她说得恳切 又想起她 素日 赵姨娘 每声诽谤 在王夫人跟前 也为赵姨娘所累 也不免 流下泪来 就忙着劝说 行了 趁今儿清醒 大家商议两件 心力替毙的事 也不枉太太委托了一场 平二王说 我已然明白了 姑娘竟说谁好 竟一派人也就完了 叹春说 虽然如此 也得回你奶奶一声 我们这儿 搜替小姨已经不当 皆因为你奶奶 是个明白人 我才这样行 若是糊涂多计的 倒好像抓她的乖一般 岂可不商议了就办呢 平二笑着说 既这样 我去告诉一声 说着平儿去了半日 回来笑着说 我说是白走一趟吧 这样的好事 奶奶岂有不一的 叹春听了 便和李丸 命人把园中 所有的婆子的名单要来 大家商订了几个 又把他们一起传来了 这些婆子进来之后 李丸呢 就把商量的办法 大概的 全都告诉了他们 这些人一听都非常的高兴 他们怎么样回答李丸 下回再说 那个头对我妈的生活 太多了 最后 幸好 停 没有 对我说 那是 我爱我 伤生啊 好